這中國難民啊 來台灣被我們養了69年啊 那你怎麼來 你怎麼回去 管我們什麼屁事啊 你現在都是假台灣人 哪來是中華民國政界 連駐炮班攻擊老伯伯老太太 對手根本毫無招架能力 黃素珠現身卻推說是對方先挑釁 現在有很多人都會講這樣對不對 其實他一直在激怒我 那難民這一次是你怎麼想的 那不是我講的 挑針似的沒有認錯的意思 黃素珠還叫來警察 覺得人身安全有問題 卻往大街上追罵他人跟攻擊沒兩樣 我是覺得住在台灣中國 難民或者是農民都好 你們不要散播謠言 罵台詞一樣的主張冒出來自我打臉 黃素珠散播仇恨言論 不只對長輩 還對下一代 他在高雄三名國小當故事媽媽 投影片中教學生 全世界最笨的是台灣人 拿金錢 拿技術養大敵人 自己死無葬身之地言論偏激 事實上 黃素珠介紹自己 是台灣外省人 還稱自己是中國人在台第一代 他父親出身於廣東 對於女兒的脫緒表現相當無奈 黃素珠讓老父親困擾 對公權力和秩序 他也不放在眼裡 乘坐懸掛台灣名政府車牌的車輛 非法上路被攔茶 還囂張拋紅警察 是他們的上司沒生年這個車牌 是他們不知道這個車牌 他不知道有這個車牌 哦 這樣是他們不對 嗆緊罵長輩 洗腦小輩 黃素珠的嚴謹讓人傻眼 難道堅持政治主張 就能為所欲為嗎 細節的游泉親親交互 高速報道 謝謝大家